华林县秀林江明代表11名成员 有5人是加入了台湾民众党 并且成立了台湾民众党团 党主席柯文哲在26号来到现场颁发了聘书 他说这是民众党首个在地方成立的党团 希望能够让台湾的政治生态出现新的契机 台北市长柯文哲26号是以台湾民众党主席身份 这款华林上午14次前往慈慧堂圣诞共参拜 在台北市政府市政顾问林友志 台湾民众党华林县党部主委赵世言的批容之下 以上线吉利用情成人心祈求华林克星平安 简介绍并且参访秀林县党代表会交流联谊 作为秀文县公司所举办的太鲁格组文创产业成果发表活动 秀文县党代表有十一席代表其中副主席赖惠美 柯汇英,陈隆,王泽远,金银乡五人 并且加入民众党 柯文哲并且办法聘述给秀文县媒代表会民众党团召集人 柯汇英,代表会主席赖惠美 则是自赞一扇玫瑰石板画给柯文哲来做纪念 秀文县媒代表秀文县媒代表秀文县媒表示 认同民众党团的理念 党员对国家未来的想法符合目前年轻人的观念 早年设认陈氏国民党员 但是后来组织松散 即使交了党费也不受重视 而这些有许多代表 就是以无党籍身份来参选的 客观者表示 原乡代表会是部落中央的力量 确认者必须要更深入了解 诚实面对原住民族的问题 就如过去中央政府 对好山好水的原乡 始终存在刻板的印象 倡导发展光光 但原乡应该运用科技 带动部落生活以及产业数位化 智慧化才能够鼓励族人 回头投入部落的发展 接着就会学习报道